我的工作是警察 人民的保姆 自己在当警察 跟百姓 跟群众 跟民众他们这样子接触 那我们能为我们的人民做些什么 其实自己心里面就有这种感觉 来做环保 自己也能够付出一点 自己一点小小的心力 做环保的话就是从头开始学习 跟以前说 你出去再指指点点别人的时候 那种感觉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警察给你的形象就是很阳刚 你出来做环保的时候 你要学着弯下腰 你可以把弯腰的精神用在工作上 家师姐跟小朋友都觉得说 爸爸变了好多 老公变了好多 比较脾气不会那么大 淀酒 檳榔这些又加上一些不好的习惯 那日夜颠倒 所以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去照顾到 我们农历年96年的除夕院 引发的那个急性的心肌梗塞 住院住了十几天 感触真的很深啊 会让我想起说 如果当时间都走了 那我父母亲不知道怎么办 出了院之后就是会对自己说 那自己身体上应该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环保真的出来流流汗 对我们的身体也比较健康啊 环保 环保